结果是在这道歧的 做了多长时间 哈 这道做了多长时间 两三天 哦 从那里绕进来吧 是两三天一起就挖短了吗 是两三天一起就挖短了吗 另外一条 长点小钩 从小路绕进来 哦 那结果人起来吗 那起来没人 啊 来两三天 如果持续问起 那咱姐姐姐过了这几天 姐姐不爱不看的 哪地方过自己做 哪地方过自己做 哪里是哪里的 哪里的 哪里的 哦 那小柴上去跑出了 哦 那带那个银子 是带那个 带那个 带泡面 带泡面 泡面也不是带几分 几分也不 也不 哦 那现在是这边已经安排了车了 不是 都是自己开车了呀 这些东西都是从头来 啊 从头过来 老干下来 老干下来 能来几天啊 还一天 来了一天 这些人坐着才从老干出来的 哦 一丝亲密老闆 不是福诺那边 还晓得来 嗯 这一阵子 电视线 哦 能给老闆都绕开了进来 哦 是 那兄弟那是被空在这铁多长时间 四伏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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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从来到过来吗 从梦幼那里 梦幼啊 梦幼 然后是来到老干从老干下来的 你从老干下来的 从老干下来 哦 哦 老闆那边 过来的时候是搁过来的 搁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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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不搁这 是吗 哦 这这都是 空了四伏厅 嗯 空了四伏厅 这四伏厅都是 生活过啊 啊 四伏厅 我懂 往上啊 这边是 冷泡泡香 还是害怕啊 哦 嗯 这边是 难过 是比方 哦 十六伏厅都咱们解决过啊 十六伏厅 有些那些 首席民族团是 拿摩托去拿来买的 哦 就是贵啊 就是到旁边山寨那团是拿来买的 拿来买的 哦 是 那现在的话 统军这边是在安排的车里过啊 啊 同时用 就用车来接呢 什么是呢 自己开车开 安排着 车子也来接 自己 也叫安排开了 就是自己开了车 开了过来 嗯 那的话现在的话也可以 关于说你这个车的 长期的这个工作也得到安排 这种情况下的话你 给说想说点什么呢 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高兴 在客人 是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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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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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续 果敢战线当天凌晨4点也就是11月9日4点 同盟军开始对石园子黑猴3的明昂来武装阵地实施轰炸 此后步兵开始推进 并于早上8点攻克明昂来武装团部后山 9点10分开始对黑猴3发起进攻 先后进攻主副据点 并于中午12点20分完全收复 下午14点15分同盟军对老街四大家族之一的名家 据点发起攻击 12分钟后全面攻克 四大家族有的时候是不堪一击 他们为了这些利益 这些家奴谁会为这些家族真正卖命 只有他们自己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四大家族更有效的反击 早上7点 同盟军对日前收复的小桃在左侧 无名高地进行搜索 对盘踞在此的明昂来武装进行打击 并于15点5分攻克 在国赶西山区盲罗湘同盟军首先对 盘踞在季山村的明昂来武装实施炮火攻击 并于凌晨3点30分 动用步兵发起试探性进攻 此后经过一整天的攻击 于下午15点攻克季山据点 在交战当中 击毙明昂来武装三人 俘虏一人 缴获武器弹药一批 凌晨3点30分 同盟军对盘踞 仰旷的明昂来武装实施炮击 早晨发动步兵进攻一次 此外 在凌晨3点30分 同盟军对盘踞在烂桥的明昂来武装实施了炮击 期间明昂来武装还出动战机进行轰炸7架尺 在国赶西山区的大水塘乡 同盟军于早上7点20分攻克 明昂来武装盘踞小白岩的据点 在该据点内的明昂来武装成员溃逃 9点 同盟军向风吹山方向搜索推进 对从花石板方向往小白岩增援的棉尾进行举击 9点25分成功举击棉尾增援人员 击毙国家民团成员11人 击毁皮卡车3辆 另有3人受伤后逃跑 缴获武器弹药一批 在木邦战线昨日晚20点4分至27分 同盟军使用无人机对赫北乡 孟丁茶地包包的明昂来武装 据点实施轰炸两次 在8点52分 县地方武装力量同样对赫北乡马其诺进行了轰炸 这背后的照片就是要逃离老街的这些村民 离开老街他们的手机和包都被 明昂来武装这些伪军 还有四大家族不让他们带走 让这些流离失所的人面临更大的困难 你看他们现在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更奇葩的有棉尾就是这些所谓的四大家族 在果敢地区宣传 由于非法进入并居留于果敢地区的外籍人员 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以严重影响到了果敢的社会 治安环境和外在的生育 你们觉得是不是特别奇葩呀 他还在甩锅 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信 不是果敢同盟军 还有北方三兄弟对他们的狂轰滥炸 他们会把人交出来吗 只会做做样子 去应付一下相关的部门 真实的情况他们是不愿意配合 这就是他们的钱袋子 就是他们在保护纵容这些 电炸人员 你看他们在讲到在国家指示下 就是缅甸国家指示下 国敢自治区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 针对存余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 多轮突击检查 截止目前 已遣返中国籍非法入境人员 6492名 泰国人员162名 越南籍166名 马来西亚籍28名 11月9日上午 国敢自治区召开专项工作会议 自治区委员白英能 无谬所担 1006 边坊营长 杨小健 自治区警察部队 民兵大队及相关部门 社区负责人 参加该会议 会上自治区领导要求各清查小组需按照工作计划及预案 不遗余力 不留死角 全力排查非法居留的外籍人员 并依法处置 各清查小组统一思想和认识 配备必要装备 攻坚克难 在限定时期内完成 该项工作 各社区部门必须全力配合清查工作 严格监督各治区内人员流动动态情况 禁止民众包皮 非法入境 拘留人员 一旦查证包皮行为 必予以严惩不待 瓦剌 瓦剌 这背后的这些照片就是这帮坏蛋啊 我们要记住这些脸 这就是伤害国人最多的这些坏蛋 他们已经现在走向了审判台 他们已经走向断头台 已经不远了 看他们还能坚持几天 我们已经看到 整个老街已经被果敢同盟军和友军 对他们形成了包围 离市区越来越近了 更有意思的 就是缅甸军人明王来讲到缅北战事 我们重新掌握了局面 这是在10月8日 这是在内比都国家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内举办了缅甸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会议 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员有 联合秘书长 联合秘书长叶温吴中江和国敢自治区主席 吴敏税 会议上讨论了三邦北部近期的情况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明王来讲到 缅北三支武装打着1027军事行动 用名义对缅北地区发动进攻 期间包括清水河在内的部分地区武装被控制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重新掌握了局面 你们看他这个表情像掌握了局面那个样子吗 都感受了大县来临了 都临死不远的表情啊 特别幽默啊 接下来军方宣传主负责人 左民吞少将称10月27日开始 军方于北部三支武装爆发的战斗当中 清水河九谷和磅县三个地区失守 军警安全部队成员军方士兵伤亡惨重 损失大量武器弹药 在此次会议当中 明王来大将还补充说道 他这个大将是我们吃的大将 同样的 缅北三支武装也是伤亡惨重 伤亡惨重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证据 三支武装有什么大量的伤亡惨重 他们就是自欺欺人啊 对此军方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他还表示 三邦北部战事最根本的还是毒品问题 因此 产出毒品这个根源性问题 必须有效进行 为了做到这一点 必须加强警察的能力 针对有公园逃离清水河地区 他表示会重新协商 相关接任工作 大家看到啊 毒品 就是在军方被缴获的武器弹药里面 旁边都有大量的毒品 这就是他们的标配 他还说会清除 哎呀 这些人的话 这些人的话 谁会相信啊 只有那些装傻的人 装睡的人 你怎么叫叫不醒的人 他会相信他们 他还指出 目前爆发战事的地区位于 缅中边境地区 是中缅两国贸易线路的 主要地区 因此受战事影响 缅中两国贸易可能受到影响 此外 缅甸临时总统 乌敏锐称军队的责任是服务和保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如果军方不能有效行动 国家可能会面临分裂 他讲的很有道理啊 这个是什么的 跟矮冬刮喵来唱反调吗 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保卫这个国家 那国家就面临分裂 他就是应该被清算 如今正处在国家的关键时刻 缅甸全国人民都需要支持缅甸军人 就是明昂来的军人 会议中还指出 从爆发战事开始 截止目前军方负责 边境安全的多个据点被攻占 大量的武器被清剿 随后副总统和人民医院院长 谈到了国家的稳定 法治 以及为战争难民提供的 人道主义援助等相关问题 太幽默了这几个人 你们看到背后的照片 随着1027行动扩展到缅甸 西北部的 石凯北部地区 明昂来武装正在招募军方的支持者 作为民兵 对抗 克勤独立军 KI和人民国防军 PDF 据明昂来的媒体报道 在石凯省的 甘波鲁地区 这些招募的民兵正在接受训练 由于明昂来武装近年来损失增加了两倍 军方想办法 寻找新兵员进行短期训练 以便将新兵 派往前线 与PDF 人民国防军作战 关键是他招不到人 招到这些老弱病残 的人 或者是招到一些 这些人 你这枪给了这些人 这些枪最后是对的谁 我们就不知不得而知啊 有可能就是对 对着明昂来矮冬瓜 是不是特别幽默 以上就是今天的报道 感谢大家对飞格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 上会